本土、民主、反共 保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好,又到了催修月費的日子 毓民繼續在這裡呼籲各位朋友 交月費的那些 有很多都不會忘記要交月費 那些未交月費考慮了很久 我們去年5月開始 實行月費的運動 即是支持志願交月費運動 眨眼就快要一年了 想了十個月都應該想清楚 是否值得支持要交月費呢 如果是的話就請大家交月費 好了,回來第三節了 幹細胞究竟這麼刺激 有什麼發展 我上次都輕輕帶過發展的歷史 不想再說了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新的技術 但是能夠發展到成熟 能夠應用在醫學上 真正去做 其實理論出來 都要 我想最少十年去做研究 臨床 臨床 即是在理論上去創塞 或者怎樣 然後去到臨床 都要做有三個phase的實驗 才可以真正的應用 這樣都有三個stage 是的 很多時候都說 在鋼細胞的治療 都仍然是在第一、二個階段 還未能夠實際去應用 在香港當然未有 香港的環境 即是未有硬件 未有人才 是的 我告訴你人很重要 我這次見識過 真是人很重要 現在我們講到 就是你現在 我們知道 從人身體裏面 可以找到一些細胞出來 然後刺激它 變成一個幹細胞 可以不斷分裂 又可以演變 不同的細胞 來去做這個治療 即是令到你身體 可以有一種重生的能力 和機會 這個技術是怎樣來呢 其實我就不會講的 我當然不是專家 我只是給你們多一點 醫學常識的 一個普通人來的 又不是專家 醫生真是太謙虛了 即是去到那些會 我們答不到爹了 明白嗎 那叫做我懂得看 這些比較技巧的東西 但是我就是不懂得講的 也是沒有資格 去講得太深入的 所以我就 即是滿愛看來的 不過有些有趣的東西 和你分享 好了 我們有錢入心 我們先回到這圖片那裏 剛才講的 Generational Induced Peripotence 怎樣可以 induce到一個 照我們叫做多能幹細胞 其實我們叫做Peripotence 就是萬能幹細胞 不是全能的 是萬能 功能比較多 但未能夠做到所有 萬能都很厲害了 已經很厲害了 可以變成血細胞 可以變成神經細胞 可以變成肥腰細胞 各樣東西的了 原來那個微妙之絕就是這四個基因 就是這四個基因 一個fibroblast 我們上次講過 的一個日本的醫生 他在2006年已經研究出來了 是2012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哇 獲得獲得獲得獎 即是他找到那四個最關鍵的控制 沒錯 就是他找到這四條磚出來 所以他獲得獎 那些人會很奇怪 我都曾經覺得很奇怪 有什麼可能 那些細胞都老了 已經成長了 怎麼可能會再變回還原呢 原始的細胞變成一個 原來這個巧妙就是這四個磚 他可能在基因的研究那裡 經過很久的研究 發覺一些幹細胞的特性 我就說了不同的細胞有不同的特性 不同的特別功能 有不同的磚我們叫做 Express Gene Expression 它能夠援露它那個基因 指示出來的功能 我們又由Fibroblast 其實是皮膚的細胞 就找到原來這幾條磚 他找到這幾條磚是關鍵 那怎樣將這幾條磚 放在這個細胞裡呢 就有問題了 原來其實一直我們做研究 做基因的研究 或者疫苗的研究 其實是用什麼呢 就是用病毒 用病毒 因為病毒就是一個 包著一些基因的shell 其實一些蛋白殼 包著一些基因 我們叫做病毒 它又不是一個細胞 又不是一個形體 一個殼又必有基因 就是你用這個 我們叫做vector 那個medium 就是好像一個載體 就將這幾個基因 就是叫做注入這個細胞 原來能夠令到這個細胞裏面 那個chromosome 那個DNA 就能夠激發它 回復鋼細胞 就是有一個鋼細胞功能的作用 就是你刺激它 變回能夠 回復變回一個鋼細胞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鋼細胞功能 就是它會不斷的演變 還有有能力去 不斷的分裂 和能夠的分裂 去演變其他細胞出來 明白嗎 即是用這四個關鍵 就回回去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回回去注入一個容器 是啊 其實好像最後發覺到 原來不用四條 最後兩條已經搞定 可以刺激到 所以很多時候 現在去到 有很多在商業上 或者有些人 我覺得是偷補 就說它又可以製造一些鋼細胞出來 其實就是 我想是這個技術 一個發展出來的 但是 可信性 或者那個成效 有時候 科學家說的話 你不明白 你因為不明白 你也不懂得質疑它 是因為它是唯一的 那個sauce of information 是啊 這裏很簡單 吃老鼠的IPSL 就在2006年 2007年 就人的細胞做了出來 這些 這些不看了 這裏我上次講過 這兩個研究 那個幹細胞的 兩個醫生 那兩個醫生 下邊就是那個日本人 就是那個日本人 就是那個諾貝爾獎的特殊 即是怎樣講 回回頭了 好啦不看了 我們來講幹細胞的發展 好像很驚人 很突破 為什麼我經常覺得呢 就是科技 或者是這個醫學的技術 其實很多理論出來了 但是有多少能夠實踐出來 或者是在實驗室裏面證實 真的 裏面有沒有一些 叫做 寫到整個白板都是 OK啦 做那個部分是一件事 但是怎樣可以令到火箭升到上去 沒錯啦 你這個幾量對 你這個幾量對 那個理論呢 其實很早出來 我原來發覺 我今天在Google幹細胞 那件事 原來有些早到2000年頭 已經噴噴聲的了 這個幹細胞商業契技 已經噴噴聲了 即是已經有廣告告訴別人 我們這個科技能 就可以幫你做些什麼什麼 牽涉到幹細胞的技術 是的 很多人 我剛才不記得說 幹細胞是來源 我們說的是胚胎 成年人的身體也有 骨髓的血 另一個就是磁帶血 所以現在很多磁帶血 幹細胞的人覺得 最有用的就是處起磁帶血 原來我也是昨天才過 但是磁帶血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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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他說整個家族都有 即是基因相近 你說將來需要移植幹細胞的時候 可能會好一些 排斥的機會少一些 甚至台灣原來有一個機構 好像是磁帶的佛教組織來的 搞了一個幹細胞的捐贈 或者是狗仔中心 即是開始開銀行 接著放了資料 然後就說在磁帶血裏 提煉幹細胞 而且捐幹細胞去醫病 我相信他們也有很多成功例子 多不多真是很難說 即是他們有成功例子 醫治什麼呢 就是糖尿病 柏金遜 腦退化 不是腦退化 是那些叫做multiposclerosis 腦退化是很難搞的 有機會用你講 醫生給我之前我看過的資料 就是說很厲害 他有些真正正牌做到那些 他可以做到什麼 他可以做到譬如說 有些是滅液系統那些不妥的地方 譬如說什麼紅斑狼瘡 是的 自身滅液系統病 或者那些叫做 風濕性關節炎 因為那些病人是很辛苦的 我自己也認識 有些是 譬如一睡覺起床 背部也不能動 硬了 碰一碰一碰都痛 多發生 它是自己的滅液系統 打回自己的身體元素 那些元件 原來它有些碰的那些 真的碰的那些 lab 或者那些 clinic 它可以做到一件事 幫忙控制到那些 免疫系統的那些 那些士兵 是的 就是叫他們 這個自己有了 你不要打他 沒錯 他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原來現在 是的 所以有機會講免疫細胞 免疫細胞 其實就是一隻軍隊 有不同的白血細胞 有白血頭 它就有不同的功能 有不同的殺敵方法 可能用槍用子彈 有些就是吃了你 就是不同的功能 那你說呢 如果自身免疫細胞 系統的毛病 就是你自己的身體 那個免疫細胞出毛病 它不懂得分敵我 自己攻擊自己 現在香港警察打 我們這些人這樣 它不是去殺敵的 解放軍都是 解放軍不是去殺敵的 是殺自己人的 你外面是軟皮蛇來的 你一被人說兩話 印尼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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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菲律賓炸你 為什麼人們這樣出聲 所以說 這些研究很蓬勃 在這二十年裏面是非常蓬勃 有真有假 就是 很難分的 一般人 一般人真的很難分 我知道有些人很沉迷去研究抗細胞 或者是有些很desperate 很多方法都醫不好 或者是很抗拒傳統那種食藥 那些方法 很想嘗試以為幹細胞安全 真的看你好不幸 如果我現在所接觸到 認識到 當然我最相信就是 德國那個技術 因為我去見過別人那種研究 那個方法 別人做那個程序 不是嚴格這麼簡單 別人做事是 我的integity很重要 是嗎 那個操守 正直的操守 對 我覺得其實 你要講到醫療 難怪我們經常講 這個medical ethics 很重要 醫學道德 操守很重要 因為那些人 為什麼會信你醫生呢 就是因為相信你有道德 但是如果 而且已經是一個很辛苦的狀態 已經 沒錯 你不應該成人之危 但是 就是為你試圖 急供近利的人太多 不是譬如專業人士 我也說了 譬如抗衰老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是很抗拒講抗衰老 因為市面抗衰老的產品太多了 他們講得動聽過我一百盤 香港見到美容語 對呀 講美容啊 講怎樣抗衰老啊 怎樣去做靚啊 他們講得很花巧 很動聽 我說不行 我是罵人的 很離譜的 因為以前我未做這行 以前 我又不騙人的 我做design的時候 試過有一間那些 不開名 現在不在了 不過 他們怎樣呢 出一些健康產品 找一些醫生 找一些醫生 是呀 最好啊 製作者給了一篇稿給你 你怎樣怎樣寫 可以有什麼療效 療效 接著呢 就放醫生的樣子上去 可以了 嘩 嘩老闆 真的放醫生的樣子上去就可以了 是呀 醫生狠的 喂 我未被醫生 approve過的 醫生給你的樣子 他就賺錢了 是呀 他是賣照照權給我們的 所以我為什麼 我這麼害怕 因為我是很抗拒的 真的很抗拒 用那種商業元素 深入去醫學 這個這樣的範疇的concept 其實這個概念 我告訴你 真是 哎呀 是香港的特色來的 甚至乎 即是你說 你賣一隻醬油 喂我不好吃 我算了 我不買你的嘴巴 沒有所謂 但是藥 你藥是可以死人的 所以我之前看電視 無線電視 賣廣告 有個醫生 穿了個帽子出來 賣那些標靶藥廣告 不知道他是賣那些 又是那些自身免疫系統 類似乎實際關節炎 關節炎醫的那些病 我想就是那些標靶藥 叫做生物製劑 賣那些廣告 我都呆了 這些藥 其實你不要以為是安全 我告訴你 也有很多危機在背後 又夠了 我們先停一停 下次再來